掌者收股息 現在是星期一 10月2日晚上9點47分 開市了15分鐘 納指有升56點 道瓊斯跌了97點 接近100點 開市的時候 道瓊斯跌少一點 跌了50點 亞里跌了0.45% 蘋果會升 中國的汽車股跌少一點 我看明天香港的股市 都是會有回套的 香港在放假之前 那個交易日 很開心 升了幾百點 但你看看成交額 只有600億 我推選 不是有新錢來投資 也不是人們那麼聰明 撲進去買 買起股 如果是這樣的 交投額 就不會那麼小 舉個例子 有個網友問我 煤氣到底沒有 我怎麼回答你 你看看它可以的 沽空比率 由接近40% 就跌回到十幾% 很多股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放假之前 那個交易日 那些升幅 有一大部分 是沽空盤 平倉 因為放假 沒有 給利息 平了去 那些 孖展客 又看到 有幾天假期放 不借錢 買貨 又不買 只是平倉 那些 都可以讓你升200點 起碼 那我就 煤氣 你想想 它的低位 是決定於沽空客 已經不是有人拋售它 怎樣洗倉出來 不是那些 它現在是有一個 基本的收入 還有一個基本的派息 派息都是超五厘 五厘和六厘之間 看你怎樣計算 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收息股 每年都收兩次 三毫半 如果不變的話 看到低 就買些 慢慢買些 看看 我放假之前 那條片 那些標題股 1113 那些就升得不錯 是不是 這些 看回它的 孤空比率 又是減了10%左右 12號 行機 又是升 所有地產股之前 被人沽得緊要的那些 都恢復了很多 包括了這個 新鴻基 16號仔 都升得不錯 另外 有隻 新世界 17號仔 宣佈業績 好到我不信 他說 基本盈利 就升20% 然後 就是計劃明年 推六個地盤 三千個單位 很厲害 就是賣樓之王 告訴你 他這樣說 還說 如果賣出這個 新創建 收購成功的話 新創建 不是賣出 就是私有化 真的 新創建 如果是那些 財技成功的話 每人 每人 過幾人錢 過六 過六 這樣也挺順暢的 他只有多少錢 一股 14元 一股 都有過幾人錢 差不多分析 所以 整份業績 應該是排到好頭 如果這樣的業績 在香港的地產公司 大奸多少 都是在頭位 接近那些 九倉 九倉 那些 很好成績 行龍那些 排第二 新鴻基 和1113 放在中間 最差的 就是富豪產業信託 那些 武式派 那些 到現在為止 都公佈了 那些排名 我的排名 就是這樣 好不好買 好不好買 可以買 這隻股 我覺得可以買 說得這麼實 股實作 我推測 雖然明天的股 會回套 但是新世界 我猜會有些 會有些支持 因為我的故事 實在是太動聽 我覺得 不會作曲 不會作出來 應該都是真的 有可能是去年 太不好 今年 有個低基數 那些東西 好像又上漲 那樣 好像不錯 賣樓賣得好不好 我就是知道 有些叫做 手指樓 要一些入息 要高一些 例如兩人家庭 兩人要六萬元的工資 才可以買 那些叫做 換言一居二居 我可能是錯的 因為我都不留意買樓 但我聽到年輕人在說 都很踴躍去入標 至少生意都可以做 你肯調整價格 那些房子 那些單位 會賣得出來 就不是說 很多空置單位 就像中國的樓市 很多空置單位 買樓的人 相對來說 就不夠財力 不夠實力去買 就跟中國那方面的地產 問題 就不同了 是不同的 還有一隻股 我們經常都說 就是叫做 這隻叫做 Eon信太 一張信用卡 就走天崖 一卡走天崖 這隻股 但它的業務 就夠濃縮 就夠局限 在香港 世界上發生什麼事 對它影響很少 它的業績相當不錯 其其都有穩步的增長 這次就加了派息 平時它是0.22 0.22 它這一期是0.24 增加派息 確實它的股價 如果你跟回我的影片 我之前在它除靜的時候 我說這隻股是跌突的 跌突可以賣的 現在沒多久 就是升了格 我覺得它在它上一期 業績宣佈之前 是好一大段時間 都是在5元加減1毫子 5元加減2毫子 都叫波幅大的 這隻股 但它近日就去到5.5 應該是升了一格 應該是升了5毫子 那時候 我推上 這隻股不是波動得很厲害 我猜它 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應該是5.4 加減1毫子 要走一大段時間 這也好 它每天都有息派 而且息率是8厘以上 很穩定的 對於收息人士來說 是相當不錯的選擇 有朋友說它膠頭小 很難買賣 你不要那麼貪心 你想賣股 就降低一兩格 是這樣的 除非市場瘋了 你才會賣 而且可以找一個APP 可以看到 賣價賣價 賣價 Bit and ask 你看到那些數字 你要賣的時候 就給它一個 ask 它 一給它出去 它就收到 它們想賣的 當然要賣的時候 買高1、2個先 不是大問題 這些股 你買了下去 我也不建議你去炒它出去 這些股 長期擁有在香港業務 你也看得到 這些股 是相當好的收息對象 今天講完這個17 講完900 有個朋友問我 331 好不好買呢 我仍然持有 我覺得這股 它的業績就是 全年計的 派息率就持平 美期息比去年的美期息少了 但是中期息比去年的中期息多很多 即是朝三暮四 朝三暮四 朝四暮三 令到那個派息好像有些波動 但是全年計算 它都是平穩的 它的盈利就加了4% 小量 它就跟這個17號新世界 關係是千絲萬縷的 明年又有新樓盤 怎麼也能分到一些 但是這些業務 你就不要想著多生意做 所以就殘多些 未必一定的 即是你都不夠人力去做 很多事情都要人力去做 隨便它平平穩穩 有生意做 繼續下去 有色派 這些股是一個 不錯的收息工具 即331 我就會繼續持有 如果跌多些 我都會買它的 我都會買它的 沽空盤 就主宰大市了 明天如果沽空盤 回到頭 通常都是這樣 那些賺食人士 在那裏找到食 就會重複回到那裏 即是如果沽空盤 找到食 它又是再沽下去 沽也要成本 我知道 譬如煤氣的 放假後 有空 借錢 先過一晚 沽你一下 這樣 那它跌了 它在下面賣回 那就賺錢了 主要是這樣 即是現在的 煤氣價格 就是主宰在沽空人士那裏 中信 國際電訊 都派了 我得不到的股 我又懂得收 另外 神威若孽 第二次中期股息 都收了 這個周末都收了 不夠三萬元 兩萬多 即是兩萬五左右 兩萬五左右 我期待 不久將來 又會收 這個2778 那類的股息 即是這個星期之內 我看了 明天收市的時候 怎麼樣 即是我覺得 升市 我都體會到一些東西 在升市的時候 我聽過很多 聽一下電台 看一些網站 人家在說什麼 很學術性的 都是在說一件事 究竟轉勢 還是反彈 這些 其實對你的投資沒有影響 真的 最重要的是 跌市的時候 你要做些什麼 升市的時候 你要做些什麼 主要是這件事 而且你要買貨的時候 買什麼對象 一早要想好 即是你不是說 撞到開場 這個底 就買 即是你要想著 我是買有色派的 我是買這一類的 這樣比較好一點 但我再跟回 跟回電台說的 都發現不到 在那天升四百幾點之前 有說教人買股 即是都沒有說 好像很消沉 香港的股又不行 又不行 當然 你選不到好股 當然不行 即是如果你選到八五七 你拿它十二個月 升了差不多 70% 很多股都是 你說現在買一隻股 要它幫你馬上發達 當然很難 難一點 哈哈 但是 你什麼時候 即是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跌低的時候 反而應該 就是很用心思去想一些股 可以幫到你提升你的 資產的價格 這樣 這樣 我就 懂得做 我 就把前段影片 那間JPEG 那個Thumbnail 即那個Thumbnail 換了另一隻 就不要讓它在 版面出現 有可能 Youtube 有些人工智能 這樣 它會巡查 它那些平台 如果發現了 有些什麼 它不喜歡看到 它就會 隨你名字 這樣 那我就 轉了 但是它也發現了 那些電台裡面 每天都教人 買一些高風險的東西 即高風險 它要講成 一分鐘的免責聲明 包括那些什麼 就是剩餘價格 等於零 即是說 你買了那些卵 有時候 你要放出去 沒有莊家接你 都可以 可以這樣說 但是 你說到明 告訴它 那就不是欺騙 是這樣的 即是高風險 可以拿也不能剩 但是你說了就可以 香港就是這樣 收市的時候 和開市的時候 差不多 立指 就升了88點 道指 就跌了70幾點 Tesla 那些 就要跌的 香港的 權重股 都是略跌的 看回美國的個別 香港指數權重股 阿里就跌了一點點 即是跌不夠半個% 反而那些匯豐銀行 那些 就是跌得比較多些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看上一個交易日的升幅 即是有不少 由於這個 沽空盤 平倉 這樣 放長假 這樣 節省一些利息 那些活動 帶動 即是不代表有新的資金 進入這個股市 我看今天會跌一點 之前一段時間 跌得比較多 即是比較不合理的 跌得比較多些 那些股 即如果你看到 今天的市場 有些莫利回套 回回一些 你可以買的 舉例些什麼股 就是那些 譬如新鴻基 16 或者1113 這一類的股 剛剛 派了業績的股 都可以留意的 即是17號 那些 之前都跌了幾多 如果有鬆動資金 可以買一點點 不要一次過買很多 我以為 沽住一宅 就不好 即是投資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不需要一次過 怎樣買一住 不需要 即是 我計算清楚些數 即是年紀老了 有時候 不太想計算數 上一周末 所收的股息 都超過三萬元 即是中銀香港都有兩萬八 即是看到 如果你長期買收息股 去到像我這種年紀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非常穩定 而且不錯的現金收入 那些強勢版派股 都可以買的 包括中資銀行股 特別是 如果你看到市場 回落一點 特別是建行的 那些沽空盤 是收斂了很多 如果沽空客 又再回頭 又去沽這隻 通常人們找到食 就會回到那裡 如果看到它回落一點 如果是鬆動一點 想收息股 建行也是不錯的選擇 在現在這個形勢 今天先講到這裡